李显断然不会想到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太子 居然会起兵造反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啊 赶紧是逃命要紧 变军是从皇宫南边杀过来的 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 就只有北面的玄武门 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囤住地 可以调动部队去阻击变军 而且此门建于龙手园的渔坡上 地势较高 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宫城 便于观察形势 无疑是整个太极宫中最好的避难所 思虑极此 李显赶紧带着伟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 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之下 仓皇跑到了玄武门 他们立刻登上城楼 同时命幼羽林大将军刘景仁 率百余名士兵在城楼下护驾 结阵抵御变军 李显前脚刚登上玄武门 太子和李多座后脚就杀到了 面对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 李重俊顿时犯了犹豫 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打算与皇帝的开战 所以他实在也拿不准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迟疑了片刻之后 他下令士兵暂停进攻 要等着看一看皇帝接下来会如何表态 那么双方就这样在玄武门下对峙着 这场政变也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太子的变军有三百多人 皇帝这边仓促集结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 如果太子一鼓作气下令强攻 胜利多半会属于他 可是他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莫名其妙的停手了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趁着太子这边犹豫的奸细 皇帝身边一个叫做杨思绪的宦官意识到有机可乘 他立刻向皇帝请命主动要求下去攻击 那么一般的宦官呢都是苍白瘦弱之人 但是这个杨思绪却与众不同 他不仅身在魁梧 而且是一脸勇武之色 李显大喜过望当即手狠 杨思绪旋即冲下城楼飞身上马 独自一人朝着变军持去 李多座的女婿野狐立是一员勇将 此时担任变军的前锋将领 他眼见对方单枪匹马杀过来 心中不仅感到冷笑 他当即上前去迎战 双方在阵前交手 三五个回合之后 杨思绪故意卖了个破绽 野狐狸布置事迹是挥一刀就砍 杨思绪侧身一朵反手一刀 立即将这野狐狸 斩余了马下 宁神观战的两军士兵 不约而同发出了一声高呼 只不过皇帝这边发出的是高声欢呼 而太子那边则是一片的惊呼 变军人人害义 士气顿时大错 李承俊 李多座和其他几个将领也都是满脸惊慌 城楼上的李显一见杨思绪得手 马上抓住时机 以着栏杆向着变军士兵喊话 你们都是朕的素卫之士 何苦追随李多座造反 只要你们斩杀叛贼 不必担心没有荣华富贵 变军士兵面面相去 只犹豫了短短一瞬间 他们便不约而同的 把刀枪转向了自己的将军们 李多座 李思冲 李承柱 独孤一只 杀诈忠义 当即被一部分倒戈的士兵乱刀砍杀 太子李承俊见大势已去 慌忙带着亲兵一百余人夺路而逃 其余不众也各作鸟手散 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 就这样功亏一亏 太子李承俊的这路人马 是一败涂利 而城王李千里那一路 也不比他们幸运 当李千里父子率兵进攻 又延名门时 早有防备的宗楚克 纪楚那 已经调集了两千余名进军 闭门聚首 双方展开激战 由于宗楚克这一方是占据城楼 居高临下 弓箭兵可以发挥很大优势 而李千里一方则处于是 被动挨打地面 所以呢就变成对方的活靶子了 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输了 李千里和儿子李喜双双阵亡 于众是或死或降 行动彻底失败 一百余名骑兵跟着太子李同俊 是狂奔出城 准备要亡命中南山 可是跟着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主子混 还有什么富贵和前途可言呢 一路上 皇帝承诺富贵的那番话 始终在他们耳边回响着 于是 不断有人偷偷地勒住江绳 吊转码头往回跑 等到李同俊逃到 湖县附近的树林中的时候 身边就剩下了最后的几名亲戚 筋疲力竭的李同俊翻身下马 跌坐在一棵老树之下 背靠着树干 在大口大口的喘气 他搭了着脑袋 生平第一次感到 这呼吸也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 很快他就不会觉得困难了 因为几名亲戚已经挖出了配刀 正慢慢地朝他逼近 几秒钟之后 他就永远也不需要呼吸了 当李同俊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 刚好看见几把钢刀 同时向他头顶 劈了下来 李重俊说了 输得干干净净 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还搭上了李多座翁序 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那么究其失败的原因 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 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问题 表面上看 太子亲自领导政变 下面又有李多座这样的前期政变功臣和军方的高层将领 还有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堂宗室亲王 其号召力和战斗力似乎都是毋庸置疑 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来看李重俊 他虽然贵为太子 但是年纪太轻 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 入主东宫的时间又太短 是政变前一年七月刚被立为太子的 而且这东宫官署又大多是一些权贵子力 根本没有德行和能力去辅佐 所以李重俊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再来看李多座 虽然他是进军的高级将领 但冲其量也就是一介武夫 尽管他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那也要归功于张俭之等五大臣的谋划友方和调度得大 说白了李多座他就是一把刀 好不好使关键不在于刀 而在于使刀之人 碰上五大臣李多座那就是一把屠龙刀 可要是碰上李重俊 他也就是一把切菜刀 那么最后再来看这李千里 虽然呢他是李唐宗室中硕果仅存的人物 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 让武赵舍不得杀的 而恰恰相反 史称武后诸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 而李千里偏造武才 加之善于谄媚武赵 树献福瑞 所以才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 此外李千里虽然担任左金武大将军握有进军兵权 但任职时间很短 他是中宗复位时候才被授予的这个职务 因此也难以真正的去获得将士们的拥戴 由上可知 无论是太子李重俊 左宇林大将军李多作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 显然都缺乏成功的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 尤其缺乏政变所需要的谋略和政治智慧 所以从一开始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进而言之 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 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 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那么第二 政变缺乏合法依据与有效的利益驱动 由于领导者缺乏政治头脑 所以这场政变既没有提出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 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 这就极大的制约了成功的可能性 对于此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看出来 太子和李多作在征调三百余名语林士兵的时候 居然不是由太子进行政治动员 也不是由李多作下达的军事命令 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稍有一点政治头脑 或者身边有一个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话 他绝对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矫诏方式 他会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所做那样 首先指出兼党 也就是武士一党对朝政危害 阐明此次行动的正义性 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 其次许诺功名富贵 用利益驱动人心 最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和恐吓 宣布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只需前进不许后退 倘若有一心力斩不赦等等等等 那以李重俊的储君身份 完全可以堂而慌之的做这样的一番动员 接着再让禁军长官李多座出面 和官兵士兵们在套套近乎 说什么一些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之类的煽情之话 然后再一人一大玩酒 指天为是杀血为盟 那最后就可以激情澎湃的拿起刀枪 大意凛然的去干革命了 对不对 那么假如这个政变是这样发动的 那么当他们在玄武门下 与保护皇帝的军队对峙的时候 士兵们是不会轻易背叛 因为就当时形势而言 太子这边的实力 还是比皇帝那边要强得多的 然而变军士兵 之所以听了皇帝李显的一句话 就镇前倒戈 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 太子和李多座 是以一直伪造的诏书骗他们 起来造反 这就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忠诚度和积极性 如果政变行动自始至终都很顺利 大家事后也都得到好处 那当然就没话说了 可是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候 士兵们当然是宁可听皇帝 也不肯再为太子卖命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听从所谓皇帝命令才行动的 如今既然已经知道那命令是假的 而皇帝在城楼上金口预言 那则是千真万确的 那结果自然就是把枪口调转过来 对准太子他们了 我们反观神龙政变 自始至终 以五大臣为首的领导集团 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口号 那就是诛杀二章 推翻五周 匡复礼堂设计 拥立李显复位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 才能够团结大多数文武官员 从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 最终赢得胜利 而李崇峻等人策划的这场政变 完全没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只是把整个行动 建立在一张假造的皇帝诏书上 如此政变 要是真的能够成功 那也真就是老天爷瞎了眼了 第三 没有为政变设定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 李崇峻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 仅仅就是为了清除武士一党 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 似乎再也没有更高的政治诉求了 这也就决定 他们只能搞一场半拉子的政变 李崇峻之所以会在玄武门下产生迟疑 按兵不战 那就是因为他只想捕杀武士党羽上官婉儿 不愿意与皇帝刀兵相见 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崇峻此举充分暴露了 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愚蠢 他似乎以为只要除掉武士一党 就会万事大吉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讲 你不管太子是否有颠覆皇权意图 只要他胆敢把这军队开进内庭 这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 如果李承峻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 那么他在制定政变计划的时候 就应该会想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除非不发动 一旦发动就必须以控制皇帝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 只要这个目标实现 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除掉任何他所认定的兼党 因此对于李崇峻来说 就算他没有弑君篡位的想法 至少也应该用武力把中宗李显控制起来 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武士余党 同时授命太子监国 如此一来他才能一方面达到清除政敌目的 一方面又防止皇帝秋后算账 只有这么做他才能真正的保证自身安全 这才是一场成功的政变所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李崇峻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 中宗李显虽然毫发无损 但是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当李崇峻的尸体和首级被运回昌安之后 惊魂否定的李显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之情 极客命人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和五三四父子 随后又将其悬挂在了朝堂上侍中 同时李显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了父 将他的党羽是全部逮捕诛杀 被汴军攻破的各道攻门的守卫官兵 皆因失职之罪被流放 平乱有功的公为令 杨思旭则被着身为银青光露大夫内常事 稍后李显又追赠五三四维太尉梁玄王 追赠五重逊开封一通三四鲁中王 这一年九月朝廷改元景龙 一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样匆匆的画上了句号 这个时代虽然短暂历时不到三年 但是却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 先是五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照 继而五三四又整垮了功臣集团 如今太子李重俊又悍然发动政变 诛杀了一手遮天权情朝野的五三四 后来本人也是死于了非命 如此种种真是令大唐臣民们心惊肉跳 唏嘘不已 那么现在 波鬼云爵的神龙政局终于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帝国政坛势必要重新洗牌 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 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出局者呢 接下来帝国政坛势必要重新洗牌